我現在所講的是關於我們的自我在侍奉裏面 因為人基本上就是人是自我中心的 譬如很多人去教堂是為了我得到什麼 我相信耶穌是為了得到什麼 這個是一個可以說 人類犯罪之後結婚我得到什麼 我侍奉得到什麼 就算是侍奉也是的 就算大教堂的牧師我得到什麼 我這個教堂得到什麼 都是在自己那裏的 但這個自己就是難阻神工作最主要的一件事 因為如果神是很自由運作在我們裏面 我們好像自我完全沒有了 神就很自由了 因為我們又不會被人影響 又不會受傷 又不會驕傲 又不會自卑 總是一個關心祝福的心態 總是輕鬆微笑 不要緊 所以這個人就發揮很大 如果世上驕徒很多都是這樣 真的很厲害 真的非常之美麗 我們的自我表達實在有很多方式 其中一個就是自我為中心 即是我 什麼都是我要什麼 我要什麼 我得到什麼 另外就是 我要聰明的人 就變得驕傲了 我要聰明的人 我要聰明的人 第三個跟他相反 其實就是類似的 就是 我不行 我自卑 我沒有勇 其實這個自我 其實還有很多方式 我貪心 我要什麼 我要操控 其實我們的自我在裡面 很多種形式的表達 就是 聚 其實都是在聚中得到舒服 就是他喜歡享受那種聚中之樂 或者享受 或者覺得有控制感 我能夠罵人 控制人 有種控制感 就是 其實總是這個自我在裡面作怪 即是一個基督徒真的肯釘死我 就 這個是一個高度的處理 因為 就是 我不緊要 沒有所謂 就是我不介意 這是一個高度的智慧 這是一個大題目 就是一個很大的題目 去處理自己 我自己講一些例子 我怎樣處理自己 其實 我覺得 每個人都要繼續處理 為什麼呢 就是沒有人去到一個 真是 他必興奧那些衰微 就是去到那種程度 約翰說得出這句說話非常好 都是神的靈感動 不過他坐牢的時候 他就開始懷疑 因為他都在那裡 就是自我 為什麼我要死呢 為什麼 我服侍主 是為主意為道 為什麼我要死呢 他又不明白了 是不是呢 如果不停地死 就是不太明白這件事 就是坐牢 他裡面就會有這個 就是自我的保護 或者是質疑 在我經歷聖靈充滿之後 真的對我健康的自我形象 提升了很多 健康多 因為深信神愛我 深信神使用我 舒服我 我為寶弊的 但也同時就會有 驕傲的產生力 未必很大的 有時神教導 就是很少的事 其實我最近看不到一件事 其實我真的聽神的聲音 聽很多 我真的看過 我聽得很多 不過有時候我就 有時候當作我自己想 其實很多 當我留意的時候就很多 我最近有一個人 他提過我 他說 他領受到 其實我領受很多時候 就不必有先知成 但教導性 處理生命是很多的 我很感謝神 神就會很多時候 會感動 坐下看聖經 其實很多意念會出 寫要教導的東西 都有很多意念 一靜下來就會有意念出 反而我有時等候神 就未必有很多意念 因為當時我好像 將自己都靜下來 但當我一直自然做事 他就有很多意念出來 但我等候神 我另一種目的 就是一個很鬆散如 好像自我完全 跟靈和神的靈合一 那種 嘗試進入這種狀態 好了 這個自我 我也講一些例子 我如何處理自我 在我經歷四年充滿之後 在我經歷四年充滿之後 見到那些服侍者很厲害 祈禱的人跌低 我頭來祈禱的人跌低 很哭 哭得很厲害 起落得很厲害 得醫治 很神跡性 總是很容易會 嘩 很厲害 立刻 裡面的聖靈的聲音就馬上來了 在這個時候 就是這個自我 覺得自己厲害 神就提我 你這樣做 不就是自己起又自己拆 你自己起 自己拆 那就是零 你加一又減一 那就是零 你為何要做這麽辛苦呢 所以拆位是浪費 浪費時間 浪費我的生命 因為我們一生人最寶貴就是我們的生命 是沒有錢可以買得到的 是一個很大的禮物 我們一生人可以影響人是無數 我今天剛剛去淡了一個人 很奇妙地 他父母又說我都是拜神的 又信耶穌 跟著把那些偶像全部拆掉 搬走了 真的很神跡性 他又經歷到聖靈的工作 神是很奇妙的 我真的看到我們真的可以給神很多 但當我有驕傲的時候就做不到 就發揮不到 那我就提自己了 但我總是這個意念 有時候會出來的 因為這個聖靈 為何還未經歷呢 一經歷就很開心了 未經歷又會失望 又很想他快點經歷了 這個都是自我 就是好像我要做到這件事 那我就說 我這時候我的注目是我 我不是注目是神 我最近也有這些意念 其實我的笑容是神的笑容 因為神想做些事 如果神為我開路感動我 跟著我走到這路 其實是神的工作 不是我的工作 所以當我想是神工作的時候 我就不會這樣 應該就不用注目我了 總之我就是一個器皿 我就去做 做完就可以了 那我就 那我就 我真的 我處理 我在裡面 做的 你現在又來了 又想了 何必想呢 就不要想了 放鬆 享受神 等神做功 即是你可以享受 神透過你做功 我自己真的發覺 當我越是這樣的神 我就越鬆 越輕盛 越大去發揮 其實我自己真的 在心底處 譬如對於驕傲 我是真的 是不覺得值得驕傲 我感激神 他教導我 就是能夠這樣想 為什麼呢 雖然從人體上來 我讀書不少 我學習很快 我很多東西 我都運作得很好 就是帶領聚會 可以全面聖什麼 由頭到尾全部 帶領都可以 那 就是我可以注目在這些東西上 但我注目在這些東西上 那時候神不喜歡 便馬上拿來做 所以我就會覺得 不需要想這些是禮物 神給我禮物 有什麼好誇呢 沒有東西好誇 是完全是禮物 所以我就是 我去感激神使用我 因為其實我自己 軟弱犯罪不少 神如果計算的時候 我根本不能夠站在這個 今天的地步 但是神沒有計較 在我還軟弱的時候 不僅僅救我 第二就被我身體充滿 我將我身體完全扭轉 雖然我以前 真的都幾聽話 跟很多基督徒來說 比較都是聽話 但是總是有很多地方不聽話 當我經歷四年之後 我就看到神 和我廣常更多 和處理生命更多 和有聖靈的能力 我覺得很好 因為我覺得 我興起你們 最重要是你們的生命 裡面的謙卑 其實我主要為何我會 我裡面算是小驕傲 我發覺有時候都會走出來 都會看自我 那個果效 都會有時候看 但是我很快 我又會處理了 在我心裡 覺得感激神 我只是一個工具 有一個好主要的原因 為何我會 有些原因 為何我會 不容易被驕傲 雖然我都要小心 因為 那時候我牧師很搞事 很搞事 有人說 我是最謙卑的人 這句話 是一個很簡單的方法 都是一個人說 他自己最謙卑的人 他可能都是謙卑的人 不過都是很謙卑的人 很謙卑的人 很驕傲的人 我這樣說 我只是說 我是認識 我知道 我裡面一樣可以搞到 驕傲 但是我真的 我自己深深覺得 我是不配 這個觀念在我心裡很強 很清晰 我是不配 我完全不覺得 我是特別 我覺得神給我很多禮物 真是很多禮物 即是 那時候我上學 那時候 讀書的時期 我們很重重IQ 其實我現在看回我一生 我真的看到神給我 是很高的學習的智慧 但我還是覺得 又是神給的 根本是我沒有可誇 神給我就是 學了 然後我用得 用得 就是祝福人 如果我招待我的時候 又是真的沒有 所以我真的覺得 沒有可誇之處 第二就是 我看到神給我的 恩典 那麼多禮物 我祝福很多人 我不要拆毀這件事 因為我所有的 最重要就是我自己 當然是有神 在神裡面 我就有我 這個我 就可以給神大大興起 也可以被神踩低 如果我留意的時候 是可以處理到的 那我 昨天我太太也輔導一個人 她就說到 有一個人 就在裡面有些 很負面的感覺 一些不好的感覺 那她又知道那個問題 但她繼續留在那個負面 那我太太也輔導一個人 她就直接讓她知道 其實你是可以選擇到的 你有沒有留意 你一直留在這個負面的看法 其實你可以選擇 不是那麼負面的 那她又用一個方法說 她說 半年之後 可能你都是一樣的狀況 對於那個人的看法 一樣的 你連半之後又是這樣 你想到繼續是這樣 因為你可以開始去改變 那這也是一個挑戰 就是說 其實我們裡面 我是選擇 我一直給神提升 而不覺得自己厲害 而是說 神啊 你真的祝福我 使用我 這就是一個受教的人 給神使用的人 神就很喜悅 因為神是喜悅天卑的人 經常阻擋那些驕傲的人 驕傲的人 驕傲的人 經常是不歡喜的 這樣的時候 這個處理 這個一方面就是 驕傲 那這件事我發覺 是經常都出現的 譬如說人家養到 為何還未經歷呢 其實就是 我自己這張患 那我就不要看這件事 那另一件事的相反 我發覺更多人有 就是自卑 唉 我都是不行的 做不到的 我都是做得不好的 那這又是另一個 其實是另一個自我 其實基本上就是 我想做這麼多 不過我做不到 所以變成我就會自卑了 即是 其實基本上都是一樣 我想高舉自己 不過呢 我又去不到那個位 即是驕傲的人 去到S屋 他開始覺得自己厲害 那自卑的人 他又去不到 去不到他便 很想得到 得不到的時候 他又會跌得很低 其實都是看重自己 但如果我們才能夠說 我是低的 我不夠自卑 不過不要緊 神簡算那些 如絕的人 就叫自卑的收睇 那我心裏便鬆了 即是說 不要緊的 我如絕 那時候我記得曾經試過一次 有一個聚會 有一個算是弱智的人 他說話說不到 他是組長來的 他就領其他弱智的人 他出來分享 他會說 我啊啊啊 太靚了 即是說 那些獄者很鼓勵他 即是說 雖然你這麼軟弱 但是神都用你 其實真的很好 我覺得很美麗的圖 真的很美麗 因為通常人們叫出來 當然是聰明的 他找一個弱智的一個 來出來做 那這個就是說 我們多弱 有什麼所謂 我們看自己 就覺得很重要 我不可以弱的 弱了我很醜怪 但如果我們說 在神裡面有什麼所謂 我弱就弱了 神就用我 反而成了偉大的事 另外就是 我們想要得到的 我想 像你說 曾經想結婚 我想 我得不到 我就氣憤了 失望了 很想家人 都是對自己 有些好的回應 會回報自己的恩典 但他們又沒有 那時候想得到 得不到 便會怨恨 即是這種自我 在裡面 即是可以是 我想得到 照我的意思 那個 那個 那個什麼 即是那些 萬事如意 對 萬事如意 什麼都是 自己的心意 即是我們的前往 那 我自己 就是神是一次次去處理我 但我發覺 一個大處理 都要很多小處理 在我初信主的時候 我已經看過的書 叫為主受苦 是那時候中信送的 即是你只要你寄信他 他就會寄給你的 那我就寄了信他 寄了給我 那裡面就說到 應該是羅馬尼亞 和中國大陸裡面的受苦 那說到那些人在坐牢 他們都拾一奉獻 為什麼拾一奉獻 他拾一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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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送給更加有需要的人 那他們作為一個奉獻 那他們作為一個奉獻 那時候我就跟自己說 神是如果有一天 如果真的有一天 如果真的有一天 我會不會真的 信教耶穌呢 天前寶讓步呢 那時候我就先告訴你 好 我不怕死 因為死了上天堂 到近期 我就接觸很多恐怖 知道他們那些 那些虐待人是很恐怖的 我都聽過一些很恐怖的 那 我會想 如果他一槍敗就沒問題 但是他是慢慢來的 慢慢來 但是我都不要緊 因為在痛苦裡面 神都會幫我的 我預料了這件事 雖然 到了那個時候 我會害怕 有一套電影 我會想的 因為那套電影 講黑社會 有一個人 他拿了很多鑽石 那黑社會的人 就拿著那把牙醫的刀 綁住他在那裡 發大口 問他 就是 知道 就是 你看到的時候 你可以想一想 可以想一想 如果到我們將來 受迫班時 是要這樣的情況的時候 我們能夠 但我自己在裡面都處理 但這些處理了大 另外一些小 又是另一回事 到了那個時候 自己的驕傲 自己想得的東西 自己想順意 自己或者做得好好的 例如這個課程 曾經有些人 他們不接受 有些人走 都有種衝擊 我裡面都是處理 這是神的功 我怎樣做 求主幫我 但有些人真的不接受 都會離開 但離開總是有些不舒服 他一告訴我 知道什麼原因 我都嘗試去處理 但這也是一個自我 失去的困難 我們一路處理 可以說 經常都有這些自我 這就是成長的一步 我暫時就說到這裡 讓大家回應一下 可能你回應了些少 但最重要是你每天都回應 每天回家都想想 我的自我到底在哪個位置 我是不是要提升自己 去到那個地步 或者我自己踩到自己 都低到不了 因為我失望自己去不到那個位 於是我就踩到自己很低 或者我想要得 我也得不到 或者我想控制 也控制不到 或者我又失去 我們裡面是怎樣的 因為這個處理就是 叫我們成為一個合神心意的人 叫我們信心經過事業之後 就比那被火煽 而不能壞的金子更加寶貴 即是那些金 可能他們古代的金 會壞 即是他們那些年年沒有我們今天那麼好 按照科來說 那些金你煉極它多熱 始終沒有壞 不過可能那時候那些金 不過在永恆來說 金都一樣會沒有了 即是在耶穌回來的時候 金都沒有了 雖然天上有金 神是喜歡金的 所以創造金 天上那些金是透明的 即是我們經過試驗之後 處理之後 就比那些被火煽 仍然能壞的金子更加寶貴 即是更加寶貴 生命就真的越來越提升 就成為一個合神心意的人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壞 另外一例子就是 有時見到一些侍奉的人 有些真的侍奉很好 有些也有時見到一些侍奉的人 比較軟弱失敗 無力 或者在他分享的時候 真的他不是那麼好的表現 即是我也試過 有時聽到他的分享 或者看到他的表現 心裡面就覺得 他都不是那麼好 試過神就提過 你知道他的改變都是我做的嗎 你的改變是誰做的 都是我做的 你做了你很厲害嗎 好像看起來 你是比他強 你很厲害嗎 你是我做的 這個就是提過 不要見到日地 弱 就覺得好像自己 高級數一點 不是高級數 其實 即是我們真的 沒有權去判斷人 所以保羅這個數字 都是很高超的 那些人無論什麼原因 是集囊 是紛爭 什麼原因都會存放 他這樣究竟被存放 即是保羅都不開心的 他都說到他 但是保羅就說 不過不要緊 神就贏了 因為神會使用他們祝福人 雖然神不想我們 集囊紛爭 不過神是聰明的 即是根本 你怎樣都走不出他的 手指拿 以為自己堅固 走不出 是越走 越走就越在群層裡面 越辛苦 這個就是我們怎樣 提升一個很重要的一環 驕傲不是在於那個人有多少財感 是不是多財的人 就會驕傲或不驕傲 其實是無無關 是這個人的處理 有些很厲害的人 可以很驕傲 有些很厲害的人 可以很謙卑 有些不厲害的人 都可以很驕傲 是因為 會不會 有兩倍的 你的心 有些不驕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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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